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蓝夏如 感谢收看今天2月17号的宜然新闻 新闻开始要带来关心的是漂流木的消息 为了有效解决漂流木所带来的困扰 县府今天特别邀请罗东领馆处 东北角峰馆处以及各乡镇公所等相关单位 召开漂流木管理和运用的协调会 将厘清各单位的全责和分工 防讯期即将到来 为了不让台风或是大雨所带来的漂流木 堆满整个海滩,所引发民怨 县府今天特别邀请相关单位 召开漂流木管理以及运用协调会 厘清各单位的全责和分工 漂流木的问题造成很大的困扰 包括妨碍警官 包括渔民要去抓鳗鱼都没有办法靠近 包括要休闲 我们的民众都没有办法去到海滩去 这个全责的部分 我们为了预防防讯局快来 今天特别邀请相关单位 例如东北角管理处 还有林务局、罗东领管处 还有国产局 还有乡镇公所跟我们的相关单位 把这个全责分工分清楚 第一个,第二个呢 把处理的程序跟时间把它订清楚 那将来就照这样做 另外以前掩埋漂流木的处理方式 因为不符合环保概念 今天在会中也加以讨论 并订定出一套标准作业流程 作为往后的处理依据 要求对于漂流木能够有效的利用 减少废弃物 换句话说 把有价的部分赶快做一个注记 鉴定 马上做这个标售减食 之后马上把这些无价的部分 再做一个有效的利用 例如教导民众或相关的警官的使用减食之后 剩下的部分 以前是用把它圆埋 只有这样不好 我们把它改为要求说 变成把它清理之后 把它恶萃变成木屑 可以铺不到 铺这个树的头 让这个土地的寒凉会更好 铺到走起来更舒服 这样可以减少 被击乎可以让漂流木有效的利用 幸福今天再次也呼吁民众 如果喜欢沙滩上的漂流木 千万要注意 一定要经过政府公告后才能够自行检取 不然会被罚很重哦 宜兰新闻记者 蓝不新采访报导